几个非洲女性在施工现场围着挖掘机载歌载舞 这条正在施工的路是当地人唯一通往城里的路 当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被世界遗忘的时候 中国军人来到了这里为他们带来了奇迹 中国军人竟然在一天之内帮他们修好了要花费两个月才能修复的桥梁 利比里亚共和国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小国 两天前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司令部也就是联礼团 向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工兵分队下达了一项紧急道路修筑任务 修复随德鲁治科维镇全长26公里的道路 并要求全体兵工务必在两个月内完成任务 2010年6月17日 93名中国维和工兵在雨中集合 此时正值漫长的雨季 战士们的脚全都陷进原石森林泥泞的土里 头顶闷雷阵阵雨不停歇 却丝毫不能阻止他们接下来的行动 鼓舞人心的动员结束后 全体官兵立即训练有素地开展行动 根据联礼团要求 道路修复后的路面宽度要达到8米 热带雨林危险重重 为了如期完成任务 他们决定采用多点展开同时施工的办法 其中修复桥梁就是修复道路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也是目前的首要任务 本来修处桥梁对他们而言并不困难 然而两个实际的大难题却摆在了眼前 一是利比里亚没有架设桥梁的材料 二是冰工队现有的现代化设备都在30吨以上 无法在原始森林通行派不上用场 所以他们只能放弃现代化的技术 采用最原始的办法 利用人力来完成这项任务 这对于具有架设现代化桥梁水平和能力的中国维和军人来说 无疑显得有些大材小用 但是这并未影响他们坚决执行任务的决心 与此同时 另一个施工分队也正准备开始施工 这个施工点在一个叫嘎里镇的村落里 嘎里镇地处利比里亚的边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 此外嘎里镇也是周边人口最多的村庄 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来说 修筑这条道路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 所以这位已经90岁的老人 带着村中的几位妇女在施工路段唱歌跳舞 表达他们对中国军人的感谢 拜神祝福中国工程师 村落的路段还算平整 最难的依然是雨林中的桥梁修复 维和军人不怕苦不怕累 但施工过程中依然有很多东西令他们苦不堪言 比如这些如潮似水的蚂蚁 蚂蚁山是非洲特有的景观 起初战士们还对高高的蚂蚁山感到新奇 没过多久就全都只想进而远之 树上的红蚂蚁直接掉进林子里 土堆里的黄蚂蚁 地上的黑蚂蚁就顺着裤腿 袖管爬进衣服里 他们成千上万 无处不在 也令人防不胜防 维和军人都说 那一口咬下去 肉被剪开似的疼 这条道路是当地老百姓出行的唯一条道路 因此我们必须当前开工 当前完工 战士们加班加点 超负荷人力施工 他们汗流浃背 衣服从早到晚没干过 当地的这些非洲军民看在眼中 都觉得令人难以执行 当地人至少要花两个月才能修好的桥 中国军人却在一天之内就为他们建好了 然而中国维和军人劳碌一整天后 却不能立即放松 因为还有一整段路等着他们去修 这位士官叫兰斯明已经入伍12年了 就在他肩负使命奔波劳碌的时候 远在国内的父亲癌症去世 几个队领导正在商量如何将这个消息转达给他 其实父亲在兰斯明跟随部队远赴异国他乡 执行任务之前就检查出了癌症 但父亲最终也没能等到儿子回来 见最后一面 几个队长怕兰斯明辛苦一天后 突然受到打击 担心他夜里睡不着觉 身体撑不住 特地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告诉他 没想到兰斯明早就知道了 他一直偷偷把悲痛藏进心底 男思明拒绝了队长让他休息的提议 继续回到施工队和战友一起干活 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这些维和军人中有无数像兰斯明一样的战士 妻子分娩不能陪 亲人去世不能回 为了修路中国维和军人长期居住在帐篷里 在野外过着艰苦的生活 他们一刻也不敢松懈 早上起来举行生气仪式 一起唱国歌 用嘹亮的歌声鼓舞士气 为了祖国和军队的荣誉 也为了和平的使命 中国维和军人在非洲原始森林中熬战 一公里一公里的修着路 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 身居中国维和工兵分队 在与祭施工的辛劳 特地派了代表前来慰问 代表说 中国军人不仅是中国的骄傲 也是联合国的骄傲 经过十天的艰苦奋战 中国赴利比里亚工兵分队 提前完成了道路修筑任务 自民们激情歌舞 用欢快的鼓乐与歌声敬客 更是用来表达对中国维和军人 无与伦比的感激 中国军人用中国速度 为他们创造了奇迹 为了纪念中国维和行动 也为了纪念在维和行动中牺牲的战士 2012年国内推出了大型电视纪录片 中国维和行动 自1990年4月 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到2012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先后参加了2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他们走进异国为其修路驾桥 救死扶伤 更是无数次在战场上舍身举意 守望和平 中国军人永远用最铿锵有力的声音 向祖国和人民宣示 为了祖国和军队的荣誉 他们欲血奋战 他们就是荣誉 关注云生记录 带你走进云云众生的百态人生